尽管在几千年的历史中,犹太人一直承受着亡国之痛,却始终坚信,作为上帝特选子民的他们,会等来弥赛亚,也就是救世主的降生,然后就能在上帝应许之地重建国家。 而希伯来语的弥赛亚,在希腊语中称为基督,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基督,是基督教徒眼中的救世主。 事实上,耶稣是公元一世纪左右的犹太人,当时的犹太地区受到了罗马人的统治,沉重的赋税剥削,让百姓们苦不堪圆。 他们多次起义,但每次都因寡不敌众而以失败告终,许多被俘者被残忍地盯上十字架处死。 现实的苦难难以摆脱,他们需要宗教来给予精神上的解放。 那时候,犹太教已经延续了一千多年,但他作为犹太民族内部的宗教,强烈排外,因而不能满足罗马帝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的精神需要。 而基督教是作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派应与而生的,他让犹太民族的上帝成为了全人类的上帝。 耶稣带给人们最重要的教义就是爱,他让教徒们用爱来解脱痛苦。 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,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,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。 你们若只爱爱你们的人,你们还有什么傻抱呢? 罗马税吏不是也这样做吗? 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,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? 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做吗? 耶稣的不爱让他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信徒。 信徒的激增,以及他们传言耶稣将成为新的国王的说法,都让罗马土治者感到了危险。 而传统的犹太教徒也憎恶耶稣,声称自己是上帝儿子的做法,更无法接受他就是救世主。 于是在双方的合理之下,耶稣也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。 虽然耶稣的生命终止了,基督教的生命却才刚刚开始。 耶稣的门徒开始四处传播基督教,甚至连罗马统治者也意识到,这种宣扬不爱的宗教不会对其统治造成危险。 后来,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也皈依了基督教,让他取得了国教的地位。 此后,还一直发展成为了全欧洲乃至世界性的宗教。 而基督教的宗教典籍是圣经,他们对母亲宗教犹太教的西国来圣经全盘接受,却又把它称为旧约,认为上帝与犹太人定约的事已成为过去。 而基督教徒,天下的部分则称为新约,表示现在上帝与同基督教徒定立新的约定。 新约的内容主要与耶稣相关,耶稣被描述出了多种神力。 作为上帝之子的耶稣,由人间女子玛利亚受圣灵感孕而生。 尽管耶稣出生在一个破旧的马槽中,但他出生那一刻,天空便金光四射,天使在天空中唱起了赞美上帝的歌,耶稣就是天使为他起的名字。 三十岁以后,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开始传道,他能为贫穷的人们把水变成醇香的酒,能让麻风病人瞬间远离病痛,甚至让死去的少女复活了。 而他在十字架上殉难后的第三天,还在众人的见证下,被一片彩云带到了天上,永远地与上帝在一起了。 至今,基督教徒们仍在圣诞节庆祝耶稣的诞生,在复活节纪念他的复活。 如果你想对上帝耶和华以及上帝之子耶稣就更多了解,赫尔伯特所著的圣经的故事,很适合青少年阅读哦。 下个视频是奇幻无穷的中国古籍《山海经》,想尽闭吧!